上中华美景 听东方文化 他是维也纳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他是19世纪以来 第一位以优秀歌曲创作而闻名于世的作曲家 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 创作了600多首歌曲和大量的契乐作品 他的这些艺术歌曲的出现 将浪漫派音乐的第一乐章奏向了高潮 本期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篇 音乐家的故事为您讲述的是 歌曲之王舒伯特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做客 当他走到钢琴旁的时候 发现钢琴上有一个乐谱 他打开乐谱就弹起来 弹了一会儿他就非常惊奇 并且如获至宝 他说这是一首多么动听的曲子 是谁写的 他的这些朋友们都面面相须 非常无奈 说你忘了吗 这不就是你前几天写的吗 写在一个广告单的背面 我们把它拿过来 重新把它抄到乐谱纸上的 因为舒伯特在创作的时候 他的那个动机灵感一来了以后 他的手是跟不上他的脑子的发展 所以他经常是写过的东西 自己会把它忘掉 那么幸亏有他这些朋友的保护 才使他的音乐 才使他作品得以流传到的今天 那么这首作品就是 他非常著名的F小调音乐瞬间 舒伯特一共创作了六首音乐瞬间 那么这一首呢 是最著名的 音乐瞬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捕捉乐丝涌现的那一刹那 那一瞬间 因为这类作品呢 都是那些抒情性的钢琴小品 非常容易记 也非常容易哼唱 所以呢深得大家的喜欢 乐曲的开头呢 有两个小节的 非常有节奏感的伴奏 然后右手呢 在这个荒筷的伴奏下呢 进入了他的旋律 非常好听 一般的孩子在学钢琴 大概有普通学习的孩子 五六年的时间呢 差不多都能够弹这首作品 我相信很多老师也会让他的学生 接触这个作品 非常的好听 那么他这个主旋律呢 是带有那个俏皮的民谣风格的选律 所以也非常容易流传下去 在1817年的夏天和1818年的秋天呢 有四个月的时间 舒伯特得到了一个临时的工作 但是呢报酬非常的高 一位匈牙利的伯爵呢 请他到他的家里 教他的两个孩子 学习音乐 大女儿玛丽亚和小女儿 卡洛里 大女儿当时那15岁 小女儿只有12岁 这是舒伯特第一次离开维也纳 舒伯特第一次离开了维也纳 来到了匈牙利伯爵的家园 这里很漂亮 然而伯爵相当粗鲁 夫人也很高傲和敏感 但小姐们都很可爱 舒伯特非常喜欢她们 开始的时候呢 舒伯特在这里生活非常愉快 他受到了尊敬 受到了爱慕 受到了敬仰 但是过了一段时候 这个庄园生活的光环 就慢慢地暗淡了下去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里面没有一个 真正懂得音乐的人 他非常想念 他在维也纳的朋友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尽管我在这里健康而且快乐 尽管这里的人 很友善 但我却热切地期盼着 回到维也纳的那一刻 在这个博学家的两个夏天时间里呢 舒伯特创作了大量的 钢琴四首联弹 这个形式啊 一直是舒伯特非常非常喜欢的形式 那么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呢 再没有一个音乐家 像他这样 创作了这么多的四首联弹的作品 什么是四首联弹呢 就是一架钢琴 两个人四只手 一起来完成一部钢琴作品 那么大多是 坐在左侧的人呢 以伴奏部分为主 以节奏部分为主 那么坐在右侧这个人呢 以主旋律主题为主 这样一种钢琴形式呢 要求两个人必须 心手合一 配合默契 节奏要完全完全 不能有一丁点的失误 舒伯特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那么他创作的大量的 钢琴四首联弹当中 最著名的就是那首军队进行曲 军队进行曲呢 雄壮明亮 旋律简单 朗朗上扣 这首作品的彭博精神呢 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么在当时很多的发奖仪式啊 还有部队进行对列行进的时候呢 都演奏这首作品 因为这首作品创作的非常成功 还被改编成管弦乐曲和钢琴独奏曲 他的最初伴奏 由左侧这个人呢 先奏出来 他的节奏非常让人振奋 他的左手部分的节奏呢 是这样的 有六小节的伴奏 然后主旋律 右侧这个人奏出来 非常非常的好听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家里孩子太少了 所以这种两个孩子一起弹奏的这样的机会呢 就不太多了 这种弹奏形式呢 非常好的 培养了两个人的节奏感 和合作的默契感 非常具有训练的价值 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效果也是非常之好的 舒伯特呢 一直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酗酒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令他的这些朋友对他非常的担心 舒伯特呢 是一个多情的人 他和那些善感的女性呢 有过很多的联系 交了很多这样的朋友 那么这些朋友里面包括一些女作家 女戏剧家 女演员 等等等等 这些女性朋友呢 都非常喜欢舒伯特的音乐才华 他们自己呢 也有很深的音乐修养 所以他们经常跟舒伯特在一起 演唱 或者是四手连弹 那么这种四手连弹的形式呢 也让舒伯特呢 最近距离的接触到了一些 他喜欢的这些女性 包括他的女学生 因为两个人要坐在一起 但是舒伯特呢 经常行为粗鲁 毫无歧视风度 经常他的衣着也是乐里乐特的 他也会跟一些比较地位低的这些妇女呢 保持一种比较随随便便的情爱的关系 这和同样挨笑粗壮的贝多芬完全不同 贝多芬一生并不缺少爱情 在维也纳 有不少漂亮的贵族夫人 簇拥着贝多芬 被他的音乐所感染 而真正的爱情 很少光顾舒伯特 他的青春激情和性欲 只发泄在妓女身上 舒伯特真正的理想主义爱情 总是发生在终究不可能实现的 伯爵小姐身上 舒伯特就爱上过一位伯爵小姐 就是她去西班牙 当音乐老师的时候 他们家里的小女儿卡洛里 她非常认真 非常爱她 这位聪明的小姑娘呢 把舒伯特对她的这个爱呢 总是敬而远之 舒伯特在到这个伯爵家里面 当老师的期间呢 也跟当他们家里一个女佣人呢 发生了一段恋情 但是他们的这个恋情呢 只停留在肉体上 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沟通 他对伯爵家这个小姐的爱呢 一直到她的死 这个火焰都没有被熄灭 舒伯特非常渴望理想主义的爱情 然而他的理想主义的爱情火焰 有没有燃烧起来呢 对卡洛林的这份执着感情 最终有没有得到他的回报 有许多的研究者都认为 舒伯特是同性恋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继续收看 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篇 歌曲之王舒伯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ealised Stay with me 证实